哈喽同学,欢迎收看SEP凯爷数学 后面的题目,这一题其实只是把前面混合起来而已 那你现在有学到两个方法 第一个叫做直接短出法 第二个叫做标准分解式的方法 虽然标准分解式绝对会比较不熟 那这一题我就用两个方法都讲给你听 第一个我们先讲熟悉的短出法 好不好,那你要讲短出法你就必须要先算出假多少咯 假6乘10乘15乘起来就叫做900 OK吗,这个就叫做900 再来,那7乘8乘15这个乘起来就叫做840 所以拉起来 900跟840,第一个用多少约啊 第一个我们先用因为都是0的嘛 对不对,所以你就用2或5都可以 好,先用2吧 450,420 再用2 225 这个叫做210 再来都有5的倍数 5,45 42 再来用3 再来用3 3的话是15跟14 4 好,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啊,对不对 所以它的最小公倍数 多少 假跟乙的最小公倍数 老师说是L乘起来哦 所以22乘 2244520 60 顿住 所以最大公因数是 最大公因数是60 好,抱歉,老师的脑袋呈现停滞状态 因为现在12点多了 假跟乙的最大公因数叫做60 那最小公倍数呢 是不是再乘以15再乘以14 对不对 最小公倍数叫做60乘15乘以14 好,我先不把它乘起来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问的是它是它的几倍而已 所以我就用前面除以后面 OK 所以答案就叫做60乘15乘以14 除以什么 除以60 好,上下有写除法就是写约分的意思 好,写上下,上除下60跟60约掉 15乘14就叫做210倍咯 所以这一题答案210倍 好,这个是第一个解法 那如果你OK 你其实第一个解法就可以了啦 第二个解法 我们再复习一下标准分解式 假怎么算 假这个6叫做2乘3 10呢叫做2乘5 15叫做3乘以5 所以它的标准分解式叫做2的二次方 乘3的二次方 乘5的二次方 好,再来乘7乘8乘15 所以它是7 8是2的三次方 15叫做3乘5 所以它乘起来就叫做2的三次方 乘以3乘以5乘以7 好,再来 甲跟乙的最小公倍数 口诀几下 口诀是说 有出现就拿 有出现2 有出现3 有出现5 有出现7 次方要拿最大哦 2的三次跟2的二次 这是拿三次 3的二次跟一次拿两次 5的二次跟一次拿两次 7拿一次 再来 甲跟乙的最大公因数呢 都有才能拿 而且次方是拿最小的 OK 都有的就是2 跟3 跟5 好,都有的才能拿 次方要拿最小 最小的是2拿2次方 3拿两个跟一个的话 当然就拿一个 5拿一个 好,那 上除下 老师这个我不会除啊 没关系 你不会除我也知道 因为 这本来就不是你这个年纪该会的 只是我们先听过就可以了 那 上除下 谁是谁的几倍就用上除下嘛 那这2的三次方 我们把它写这样好不好 222 3乘3 5乘5 这个叫做7 那2的二次方叫做2乘2 这个叫做3 乘以5 好,开始狂杀 怎么杀 2222 3355 乘起来 剩下乘起来 剩下会是2乘3乘5乘7 所以乘起来的倍数 你也会算出叫做210倍 好 后面的这个方式给你参考 你真的听不太懂 没关系 这是还蛮正常的 那前面你这个要会吧 乘起来你要会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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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